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 首次展示了神十二航天员 在天河核心舱摸黑开展活动 他们究竟是在做什么呢? 原来是航天员汤鸿波 正在为航天员刘伯明进行眼底镜检查 许多全身性疾病往往发生眼底病变 如高血压、肾脏病、糖尿病、某些血液病等 眼底检查已在暗示中进行 所以等在一旁的聂海胜关闭了天河核心舱的灯光 后来可能觉得太黑了 又稍稍将灯调亮了一些 在太空中眼底检查 作为航天员医间医保工作的重要项目 有利于对航天员身体状况进行实时跟踪 特别是航天员已经在太空中生活了一个多月 可能会出现一些空间病症状 体检就成为了更加重要的工作 随后,汤洪波为聂海胜也进行了眼底检查 从三人交流的表情来看 他们的身体状况应该是令人满意的 接下来这一组画面颇向我们平时睡前的准备工作 我们看到聂海胜正在用纸巾擦拭脚布 好像是刚洗完脚 但其实,这是三位航天员正在进行谷密度测试 谷密度测试需要将脚伸进测试机中进行检测 航天员载轨生活一段时间后 会出现名为谷丢失的空间病理现象 随着在失重环境下生活的越久 航天员的谷密度也会逐渐下降 如果不加以合理控制 会出现骨质疏松等情况 严重时会出现骨折等伤病 对抗骨丢失是空间站建设期间 航天员和地面科技工作者 必须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航天员要使用各种检验仪器 来获悉自己的身体状况 另外,为了抵御空间病 航天员每天都要进行体育锻炼 最近这段时间工作强度有所降低 三位航天员有了更多的时间 开展体育运动 我们看航天员刘伯明 已经完全习惯了太空跑台 即便跑台晃来晃去 刘伯明依然走得十分矫健 聂海胜也跃跃欲试 准备开始使用太空自行车了